我們在那個 蓬勃的那個 那個韌性排行榜好像進步了12名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有沒有什麼分析 謝謝 蓬勃那個進步了12名 當然一方面也是我們疫情控制的 很好 那最主要我相信是陸陸續續 下個月我們應該是 大膽這可以預測一下啦 大膽預測 我們下個月排名 還會再進步啦 因為以前大家都是最 占分最大的是 所謂的一個邊境 邊境的管制 那我們邊境管制 我們雖然是維持相對嚴格 所以以前這個分數比較低 那現在大家都跟著在嚴格 所以他們本來高的分數 就往下拉 所以我們的名次就往前 那現在看起來 世界大概在邊境的管理都像我們這樣的一個 嚴格的情況來做 來做相關的政策 所以在將來他們那一部分 其他在前面那個分數 可能還是會再往下降 那我們的排名可能還往上升 那每一個的排名都有他的一個代表的意義 那蓬勃這主要是防疫的韌性 其實他主要是看 社會開放的一個情況 所以排名越好 是社會開放的情況越好 那那我們因為一直都是邊境嚴管 所以這方面排名 比較低 那這次會升高 是因為大家的邊境 都開始在嚴管